你不帮我拿了 咖啡猫掉下去了 先吃下辣味加酒 以前摄影师不要做 就是因为他这样吃 我这么爱吃辣的人 有在这个地方找到香辣面 就是我后面的特点 你们应该都很熟悉了吧 这间店 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新东西吃 烧性酒 鱼米酒 来 包进去 不要可以加酒 黏住了 这里是我也来吃过蛮多次 它是有点客栈风的感觉 有吃了吗 鱼米蜜鸡 刚才我讲的香辣面 是这一个 他们心腿处的 香辣面 还有麻辣面 不止口味哦 它连面都出新的 它还有新出的 薯色面还有拉面 我觉得是 医生是这样写是吗 你是医生 不是 对啊 对 如果你是医生的话 你会做什么课的医生 服务课 我就知道你只想进去 生死变态 我妈 我揪女人诶 这样怎么要选服务诶 好 你可以救很多人啊 你要有兴趣才能救 你是不是变态啊 不要往世界喝 我不信 世界喝 不是加下去面 来 来了 来了 这是小辣的 OK啦 这是 生的 然后这个是麻辣面 麻辣面 麻辣面 可以 好香 我要香辣 为什么 麻辣太辣了 麻辣你知道我是 帮给你的嘛 明明是自己不能吃 这个也是新推出的 这是饺子系列的 这个也是饺子啊 对啊 我这个是水的 那个是炸的 煮水的饺子 其实他们这些配料是可以选的 它大概有20种配料这么多 你可以选海鲜 可以选肉类 可以选饺子 碗类啊 都有 然后我这个呢 是肉片的 你把它配肉片是最好吃的 你不帮我拿 咖啡猫掉去啊 你这个是什么 到底 我翻过这条 吃完面 又不是必须吃 我其实吃过你的饺子 先推下去先 嚼一下那边 哇 他安排给我的是足性面 它是比较幼的 它颜色没有那个麻辣酱 是有一点辣的 不过它是香比较多 它跟麻辣一点不同 它没有那带麻的感觉 OK 很满压 这个口感很好 然后它是比较小巧 所以很好咬 配水饺算那个招牌之一 嗯 这个奶配就算配合 口感很好 看一下我的是肉片麻辣 这个是拉面来的 我先换一口汤 哇 很麻很辣 然后它的面确实是带一点甜味的 因为可能是它那个汤 汤叠 汤叠的就是比较甜 吃过了 下辣子 然后再一次自己打出来 它的拉面也是拉到很有汤性的 肉片就不用讲了 新鲜肉片 很长 嗯 这是酸辣辣椒 这是酸辣辣椒 是非常开胃的 OK 一般上很多人来鱼米是会吃青汤的 现在就是也是有的选择嘛 辣香辣 所以有更多的选择了 它们的招牌就是青汤再加酒 可以试一下辣味加酒 哇 哇 来 加一汤匙先 你要吗 要 要 要香辣加酒 比较厉害 可以吗 可以吗 麻辣本身的味道也是很麻很辣 加了酒后 它也是把那个麻辣通过掉 所以就是不麻不辣了 给我的话麻辣应该不要加酒比较好 喝看我这个 那个香辣的那个酒在抢 但是蛮有特色的 我这个反而可以加 不过不要加太多 这是摄影师的水饺蛋烙面 嗯 用来炸的水饺 水饺是他们的脚牌 没人头皮的 诶 这样还有多大力 炸的饺子也是好吃 而且它里面的内馅 它的酥肉非常多香 来 这个摄影师的这个蛋烙面 要把这个辣椒放完下去 那吃 我拿一辣碗面 变得红色 色小姐 我已经帮你处理好了 感动耶 感动耶 感动叫帅哥 摊扫这样子 什么呀 他以前是摄影师很坏的 是吗 以前摄影师不要做 就是因为他 可你看到他里头想这样 比如说 这样大碗面 今天我们应该是够了 这样子 你觉得两碗面够 你是不认识你自己 不认识我 没有啦 这样大碗面可以很薄 哎呦 怎么 两碗面够呢 来 给你们讲一下 这里现在除了吃面 饭也是有的事了 我这是阿桑鱼饭 炸鸡的吗 炸鸡的 这是他们的招牌小吃 这是叫做蟹招 蛮特别的 然后这个是渣满鱼皮 这是塞豆鱼饭 我个人本身是很喜欢吃鲍鱼的 这里给我找到鲍鱼饭 哇 再配一个菜 阿桑不是很脆的吗 酸酸啊 不会很啊 我可以像鲍鱼 这个蟹招 蟹招脆脆脆脆脆的 这个全部都是香味的 简简单单的一餐 就是满足 这个鱼米呢 现在我们是在 Sata Park 128 它的总店是在 Gujai 然后在Gujai 然后在Gujai City也吃得到 马六甲都吃得到 我说 来 你刚才不是想要喝完了吗 对酒来喝完了 喝完了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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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